每一款汽车上市前必须做到的撞击测试 保护驾驶乘客生命安全 但就是各种测试环节 日本大车厂爆出造假丑闻 日本官员亲自前往各大车厂调查 星期一先后走进马自达和本田汽车总部 一周前总共五家车厂被发现 用造假资料取得国家认证 马自达五款车型传出造假 包括在撞击测试用定时器触发安全气囊 而本田则有噪音和马达数据不符事实 15年间325万辆车有问题 而最受瞩目的是日本车界龙头丰田也出包 遇到行人自动减速杀停 丰田的半自动驾驶 以及行人侦测功能也被踢爆 测试数据不足 另外车辆撞击测试也有部分不符合规定 一周前 丰田总裁才现身道歉 但马上喊冤 他说日本要求相撞测试 移动车辆必须有1100公斤吨位 而丰田采用更严格的欧盟标准1800公斤来测试 结果反而被判定不合规 丰田张南为自家打抱不平 暗指国土交通省不指导变通 五家车厂不是数据造假 就是测试不足 重创骨架 日本のものづくり 特に日本が誇る自動車産業で こういうことがちょっと頻発したと 早くこれ是正しなければ 而暂停生产的出問題車款 涉及零件高达3万中 商店はこの出荷停止がいつまで通過です 過去には悪質なケースで量産ができなくなり 部品メーカー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今回も長期化すれば 日本経済の影響は大きいものとなります 中下有業者近8万家通通被影響 交易額上看30兆日元 相当6兆台币 苦的还有二手車商 光是丰田 从Yaris到Corolla 都有特定車型 暫時不能卖了 雖然台湾車主不用担心 不再影響范围 但汽車业可是日本重要经济命脈 不止金钱損失 連串丑闻也重創商欲 封田本田 馬自達 紛紛落馬 積極搶攻汽車大饼的中國大陸 不放過機會宣傳 不僅是日本經濟界人士 對於這一次的車企違規事件高度關注 並且擔憂 產業會受到負面影響 部分日本民眾 已經對日本汽車產業 產生了負面評價 畢竟大陸正在蚕食國際車市 日本車出事 就算不影響非日規產品 央視也借機大篇幅報導 TVBS新聞最后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